吕佩渊牧师 圣和熙圣经归正教会牧师 曾任多所神学院教授及改革中神学院代理院长 这次他将会细致拆解创世纪的教导 分阶段播放创世纪整个书卷的内容 帮助大家对创天造地的上帝有更深的认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主内平安 欢迎收看创世电视台属灵教室创世纪查经 今天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章第三节 请看圣经第十一章第十节 创世纪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两年创一百岁生了亚法沙 那我们一直读下去 读到最后第二十四节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生了他拉 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 加拉底的吴尔 在他父亲他拉之先 亚伯兰拿赫各取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一加的父亲 撒来不生育 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 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吴尔 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他拉共活了两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 十二章第一节 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亡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福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借我赐恩福 我们请弟和祷告 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带你我们查考创世记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我们再次看见你是伟大的全能真神 你的话语圣经是奇妙的启示 让我们认识到救主基督耶稣 是所预告的救主要来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捆绑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继续学习 主你如何选招亚布拉罕 你拣选他 使用他 你要赐福给他 万国要因亚布拉罕的后裔 主耶稣都得福 主我们感谢你 恭敬教徒今天学习 愿你在我们学习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第十节讲到这个家谱 讲到这个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家谱 那当然这是亚伯拉罕父亲 他拉的这个家谱 这是所以也可以说是 从陕到西伯到他拉到亚伯拉罕 所以第十节说 是陕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一直记载到亚伯拉罕 好 那么陕的后代 从陕到亚伯拉罕 一共有十代的家谱 正如第五章创世纪 讲到亚当到挪亚 也是有十代 这个十代是 这个十也是一个完全数目 是整个创世纪喜欢用的这个十 作为一个特征 所以整个创世纪分为十个大的断代 或者说十个大的这个段落记载 有时候翻译做记载 有时候翻译的后代 都是讲的十个 Toledos 就是十个段落的意思 那这里十代家谱显示出 从这个陕到亚伯拉罕 那从我们所读到的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到第十一章 我们发现这之间实在是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变化 我们看到连陕的这个子孙在洪水之后 龙亚出的方舟以后 陕和亚佛子孙分布在世界各地 那是因为他们不进前背叛神 一起来建造巴别城巴别塔的缘故 所以从陕的后代呢 我们看也和亚佛的后代一样 也和寒的后代混合在一起 可能借着通婚 借着彼此在一起的影响 导致他们这些原来是敬畏神警醒的这个后裔 陕和亚佛的子孙 也渐渐远离神到最后会和寒的子孙 在凝露的带领之下 一起来建造巴别城巴别塔 就显示出天下的人都 又重新回到洪水之前那个光景 都不理会上帝 都自我中心 都为自己留名 要聚在一起 人定圣天 团结就是力量 虽然他们还没有活出 像挪亚洪水之前 那时候使人那样败坏的光景 就是人终日所思想的竞斗是恶 遍地板的强暴 但是他们内心里面这个罪性的败坏呢 和洪水之前的人是一样的 只是没有活出那么大的程度 这是因为神的普遍恩典的保守 总而言之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呢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这个迦勒底的吾尔 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说到 迦勒底的吾尔 他们的本乡本地 那吾尔呢 根据这个考古的发掘 发现是一个文化很发达 文明昌盛这个城市在当时 甚至有很有钱的地主房间 有上百个以上的房间 大豪宅都有 当时也是文化贸易中心 很可能亚伯拉罕的家族就是塔拉 他们是经营鲁鲁商队的 贸易往来 所以他们也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搬迁 因为骆驼商旅往来就可以搬迁到 后来到这个哈兰 那这是很长的距离他们搬家到哈兰 原因是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原来和他的父亲塔拉 他按照圣经记载他是在大河那边 大河就是诱发拉底和比格里斯河那边 就两河流域的那一带 今天伊拉克那一带 但你拜月亮神 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父亲的家族是拜偶像 所以到那个时候 普天之下人都在拜偶像 都远离神 巴别塔变乱分开之后所发生的历史的情况 那样的时候上帝选招他 叫他离乌尔出哈兰到迦南地应许之地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 圣经的记载就越来越开始 救赎的计划的彰显 越来越开始 焦点越来越对向 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了 因为基督耶稣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 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我们来看 首先他是塔拉的后代 在第十一章《创世纪》里记载出 这些后代的内容 一些重要的人物 第27节说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拉拿赫哈兰 我们看见根据圣经经文的其他地方记载是 在塔拉七十岁的时候 他生了亚伯拉罕拿赫哈兰 圣经排列的儿子的名字是 不一定照着年岁 不一定先排长子 有时候先排最重要的那一位 亚伯拉罕拿赫哈兰 很可能亚伯拉罕是最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拿赫已经过世了 再来这个拿赫应该是年纪最大 他的这个 我们看见拿赫的这个过世 那拿赫呢 原先娶了 密加作为妻子 那密加是哈兰的女儿 然后呢 给他 后来我们看见哈兰也有生罗德 因这缘故来看的话 大概很可能是拿赫最大 那么哈兰第二 亚伯拉罕第三 可能是这样 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 亚伯兰的名字意思是 是由尊贵的父亲 那么后来上帝他改名叫做多国之父 他成为包括有害人外邦人 所有世上各民各族里面悔改信靠耶稣以信为本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蒙福 所以这个宝贵的这个记载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怎么样是蒙成拣选的 他跟其他人家族里的人一样是拜偶像 但上帝的主权恩典连到他 拯救他 让他知道他的一生要等候这位救主弥赛亚 他要为救主弥赛亚做见证 所以神呼召他离开原来的本地 本族富家 去到神所指示的迦南地去 虽然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迦南地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去过 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他顺服神的呼召 因为他已经得到神的拯救了 所以亚伯拉罕按照圣经所记载 他是注目仰望耶稣基督的 约翰福音说 亚伯拉罕既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主耶稣说 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欢喜快乐 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在欢欢喜喜 仰望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日子 带来这一个拯救的日子 好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先看塔拉的后代 塔拉的儿孙里面 我们说到塔拉生亚伯拉罕拿赫和亚兰 这里告诉我们塔拉的媳妇是谁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沙莱 所以哈兰还有哈兰的儿子叫做罗德 所以把这些名重要记载了 那几个重要的名字就是 罗德跟亚伯拉罕后来一起进迦兰地 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后来记载 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 罗德在亚伯拉罕帐里面一同蒙福 但如果罗德要离开亚伯拉罕呢 自己为了世上的利益商业 他迁移到索德玛去 就遭到很大的亏损 那么另外这个特别提到了沙莱 沙拉 沙莱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后来被改名叫沙拉 那么沙莱呢 他这里说的他是不生育没有孩子 已经预告了 就说沙莱不会生孩子了 那亚伯拉罕进迦兰地的时候是 是七十五岁 那么沙莱呢 沙拉比他小九岁到十岁 所以他大概是六十六岁 当神赐以杀给亚伯拉罕跟沙拉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沙拉九十岁已经过了 大概九十一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沙莱已经过了六十五岁 不再可能生小孩子 这个不生育没有孩子 但上帝是史无变为有 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就让这个亚伯拉罕一百岁 所以沙拉九十一岁的时候 生下以杀 这完全是神的超自然的主权 大能恩典 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这不是神的作为 所以神是这样子的赐下 对应许的子孙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一直到最后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两千年前来到世上 为我们背景十字架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 成为我们的救主